每天一大早 妈妈都会煮好早餐 或者在灶口处 放着已经烤好的地瓜 等着我去吃晚上学 我最喜欢坐在厨房的门口 或厨房的后面吃东西 妈妈养了很多小鸡跟鸭子 都会围过来吃我剥掉的地瓜皮 或者不想吃的东西 大小鸡啊都会争先抢吃 我会忽远忽近均衡地丢食物 看着他们跑来跑去 这种喂食家庭的景象 让我觉得农村生活的很多乐趣 外面传来同学的叫声 阿良上学去啦 我拿着书包说 妈我去上学了 就往外冲去 中华民国63年 2月11日 星期五 晴天 再放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